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敲开这个神棍世界的大门 而且OVA画风友好 动感十足 非常符合现在的审美 阿B就有 要谢我 那对于已经是永景豪系列的粉丝来说 里面的彩蛋密集程度更是让人眼花缭乱 我操我自己的内容浓度溢出 不管是新人还是老粉都能够从中获得不同的乐趣 那回到模型啊 这一次的CCS魔神凯撒SKL是限定版本啊 基础模具有不少是引用是大魔神凯撒的 所以说和原模没有太大出入的惭愧部分呢 我就不当复读机了啊 来一个上口链接 给大家参考一下 首先是包装 还是CCS熟悉的味道 后面的头部呢 直接使用了被夹蓝打爆的独眼龙作为配方 内风流光一彩 尊贵的限定二字月染指上 而且呢 这一次应该是第一次使用了半身加全身的方式 展示了SKL的两种不同形态 嗯 不知道原初ZERO的峰会是啥样啊 全息就这个我没有 有的朋友麻烦贴个图在评论区让我省养一下咯 反面依然是张力十足 黑到模糊的超大头特写 好吧 我必须得说这一次的内图选的有点抽象啊 配件方面就还是那句老话 你可以不玩 但CCS武能不给 满上 骷髅头部战机 这一小包牙有一种莫名的可爱 简单变形之后呢 就可以作为驾驶舱插入头部 但是只通过一个直装定位 没有卡榫就有点摇晃 就在里面的感觉应该是这样的 头部这一次啊 史无前例的给出了双头雕 只为还原独眼龙的造型 以及战选前后的颜色区分 肩甲的安装夸张点说呢 就是需要手术刀般精准的大力金刚指 并且严格根据图示安装 我呢 是不想再拆下展示一次了 光装上去啊 好像就已经把这里给弄松了 我用尖锤钳加固了一下 可以看得出来另外一边呢 没有夹紧的还是有点松 披风的第一层是薄圈的转接件 外接六片破洞布料 脾胃十足 第二层反重力微薄加几条锁链组成 上面还印有自己的字样 两层套在一起 摘下本体上的磁吸井圈 瞬间化身时尚达人 帅才是一辈子的事 黑风没有依照原著的卡锡色 黑色更加呼应了那一句 我们及地狱的口号 偷体软胶材质 应该能够减少对本体可动的干涉 一会再来测试一下 那由于材质的问题啊 锁链出到手的时候呢 不是很贴合围巾 最好加热定型 或者用胶辅助固定一下 然后是胸部的配件 本来SKL的裸胸就已经很骚了 黑金组合配上一抹橙色的胸大肌 张显的超级性应有的浮夸 再加上胸毛烈焰 AKA胸部双枪 还能够当作辅刃的套组 眼看珠宏 实则透明 宝不可言 那这里啊 需要拔掉骷髅 加装一个延长件 才能够腾出两侧的空间安装胸毛 延长件上呢有两组磁吸 可以选择高位或低位 应该是为了给弯腰留出更多的可动空间 但是呢感觉聊胜于无 而且胸毛上虽然有插装和磁吸 可实际呢不算很牢固 难免出现碰掉的现象 引手轴的阻力呢 需要将腕甲替换成专用剑 手型啊一共给出了四对 其中有一对呢是五毒手 为了能够做出枪斗术的姿势 还提供了一个手腕转接剑 拿捏细节 取下磁吸胸毛 拔出枪管 装上即可像贝鹅般刷帅 弹匣部分呢可以拆卸 里面也有分色涂装 话说为什么超级细需要换弹匣 拔出弹匣 换上腹刃 大棒子一怼 瞬间又可以变成长饼斧 这一套远近战姿势轮换下来 海诺和真上在驾驶上里面 估计是这样的 再来是这一把巨大的牙斩刀 30公分压迫力爆表 霸气的外形象 还可以抽出内部的蛇腹剑 简直帅到爆紧 不过这一把蛇腹剑的剑刃是不可动的 接在飞翼上的这一把大一点的才是可动软胶 由于造型和涂装的质感实在是太像了 所以最好通过大小来区分 因为牙斩刀身太重 单手没办法悬空 只能够拖刀 或者说换成长柄双手握持 再来就是胸部烈焰的替换以点亮了 或后面藏着本座唯一点亮结构 通过两颗AG5驱动 常规胸毛时 按压脖子的这个地方就能够点亮头灯 与大魔神凯撒一致 但是SKL由于披风的包裹 开关几乎被完全挡在里面了 需要用一些细长的物体堆进去 才能够在不拆披风的情况下亮灯 替换成胸毛烈焰就需要先把围巾拆掉 将整个电池舱替换成烈焰专用 按同样的位置就可以让眼睛和胸毛一起发光了 虽然算上胸部只有两个发光位 但是出来的效果还是蛮不错的 最后就是这个空X装置 WINGER飞翼 体积大小令人十分满意 造型和涂装也一丝不苟 质感满满 两侧可以进一步打开和煽动 比起前座的大魔神凯撒和盖塔等等 有获之而无不及 背部这里还有一个小彩蛋哦 里面藏着WINGER的盐 非常符合勇启豪 我搞我自己的调性啊 只可惜根据设定啊 披风和飞翼呢 属于两个形态下的不同装备 无法同时搭载 两者之间呢存在很大的干涉 于是工具人自己画了个图 打印了一个家常剑 这样既能装披风 又能装飞翼 虽然有点违背设定 但目标就是尽量减少回合的东西啊 懂得都懂 而且超级性就是不需要讲道理啊 算就完了 本体寒翅膀最高可达将近50公分 头部近高26左右 轻面什么的就没什么好说的了啊 从最早的红莲螺岩到后来的盖塔 再到现在的SKL CCS的供应呢一直在进步 品控方面我不敢说非常好啊 但至少我没有遇到过杂青的毛病 整体结构呢几乎沿用的是大魔神凯撒的设计 从亮灯的方式啊就能够看出来 风格呢也依然是Infinity的裂甲感 不过有万说万呢 更新的地方呢其实还蛮多的 除了腿部还基本保留了大魔神凯撒的造型 其余部分呢都在不同程度上更新了样貌 就是乍一看很像 但惊得起对比的那种 那虽然说造型霸气 但对于一个重达1.5公斤的合金铁坨坨来说呢 添加了这么多装备 还想要获得2号的可动 就得先打个问号了 头部是重灾区 套上披风以后几乎等于碎蜡枕了 大家随意感受一下这个幅度 手臂的侧举也是受限于披风的这一块 平举大概就到这 肩膀的前后摆动影影响不大 披风呢可以调整角度避让 依然可以做出枪斗术的起手势 飞拳可以猜一下 但作为老魔的玩法 这一次并没有被提及 甚至说明书上都没有标注 弯腰并没有受到披风影响 能怎么掰就怎么掰 角度呢大概这么多 我手上的这一次背后的脊柱呢 没有遇到部分玩家所提到的卡顿问题啊 钻有点紧 但毕竟拖得这么大个背包 也只能是鱼和熊掌的问题了 腿部的可动呢 就和大魔神凯撒完全一样了 这里呢就不再赘述了 尽我所能凹几个最大的知识 给大伙鉴定一下 毕竟SKL已能和真实系媲美的高机动性而闻名 知识什么的绝对不能少 铁破系列走到现在啊不难看出 CCS对于这一些经典的超级萝卜的全新演绎 已经彻底玩出了花 形成了属于自己的一套神秘逻辑 无论是盖塔的三款作品 还是魔神系列的老坛新酒 每一次的迭代都在细节上拥有着更丰富的展现 它可能不讨好还原档 体积也未必适合经常把玩 但在造型气场方面绝对是同业佼佼者 就算放着吃灰看着也很洋言 接下来还有很多坑等着CCS去填 快点出来搞定专风了啦 个片子就来翻包啦 让我们继续期待吧 OK 高空收工 我是车 记得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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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e